大家好,我是沐蔚,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老妇人被毛虫爬身退下人皮后青春焕发的故事 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住着一个行动迟缓只能靠氧气瓶度日的老人 老人年轻时十分美丽,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无法面对老雀的自己成天待在家里 过着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闷了就看看窗外,但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出门 这一天他收到了一封邀请函,迟出许久他还是把信扔了 从他犹豫又悲伤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寄下往外面的阳光,却又无法接受让老太隆中的自己面对这个世界 他很矛盾,也很无奈 他依旧在自己有限的空间里,坐着稀松平常的家务事 洗洗碗蝶扫地喂猫已经是他运动的极限了 在他准备午睡的时候,一只毛毛虫爬上了他的胳膊 在简单的处理完后,他照常睡去 谁知一觉醒来竟发现自己脸上布满了丝网,天花板上也出现了一堆虫子 八脸冲洗干净后,老人发现家中的每一处地方都布满了成窝的虫子和丝网 老人年轻的时候是个设计师 但他现在每天除了化裙子,那些做衣服的缝纫机等工具,已经很久没碰了 老人看着这些丝网若有所思 因为他发现,自己似乎可以利用这些网将他梦寐以求的裙子做出来 于是他将网一一扯下,开启了多年不用的缝纫机 给自己量身定制,完成了一条漂亮的裙子 就在他要把裙子换上去的时候,发现脸上竟然能掀起一层皮 这把他吓昏了过去 醒过来后他看到自己身边都是退下的人皮 镜子中的自己,一如从前那般年轻漂亮,美艳动人 老人狂喜不已,他把做好的裙子穿了上去 决定奔赴邀请韩上的聚会 可当他一开门,外头的阳光与风,便兜头兜脑的扑面而来 镜中的他依旧是那副老太龙中的模样 老人愣了愣,虽有失落,但最终还是笑了起来 说到底哪有什么神奇的虫子让人恢复青春美貌 这一切不过是老人的终极幻想罢了 但从幻想中醒过来后,他还是豁达的接受了自己 比起留恋逝去的美好 找到自己在每一个人生阶段存在的方式更为重要 本片来自剧情短片《毛虫》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咱们下期再见